就花椒它比较像是鱼镖嘛 就是那个成分 那确实就是一个蛮好吃的一个食材啦 只是说这些食材一样 它跟猪脚鸡爪都差不多 就是没有办法直接补充到我们人体 达到一些养育美容的功效 就你把它当成鱼类的猪脚 那感觉一样 就是它其实只是好吃的这件事情 还是回来看是哪一种胶原蛋白 因为胶原蛋白分很多型 而且它还经过一些生物极术的方式 那目前确实会有一些特殊片端的胶原蛋白 它有经过临床实验 就是发现在皮肤保水性 或是皮肤弹性这件事情会有所改善 但是那会变相是特定的品牌 或者是原料厂商他们的一些专利技术 所以其实消费者在死老的时候 都还是要去做点功课啦 像是那个 目前有很多的胶原蛋白都出这种保健食品 对那有些是比较特殊的片端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误觉说 我吃胶原蛋白 就是直接去补充到我皮肤的胶原蛋白 其实这件事是错的 那胶原蛋白其实也大概分了两种 一种就是对皮肤的 一种就是对膝盖的 那研究是发现说 如果是对皮肤的那种胶原蛋白保健食品的话 它是去刺激到你皮肤的细胞 去产生胶原蛋白 它其实不是直接补充到那个胶原蛋白的 那个酷里面这样子 那如果是对于膝盖那种 就是什么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那种的话 那其实是调节掉肠道的一些免疫系统 去降低到你犬身的发炎反应 所以可以减少到关节严重疼痛或者是一些症状 对所以说会是这种就标榜比较特殊片段啦 小分子啦 甚至还有标示出特殊片段的名称 这些保健食品的胶原蛋白比较有效 其实也是看是什么成分啦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我们从那个 嗯一般食物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就以红酒来说好了 红酒里面最有名的成分叫白梨乳醇 这东西在过去研究都发现什么抗老啊 抗氧化等等的 但真的我们要一天要吃到足够量的白梨乳醇 大家要喝到 印象中是七十几瓶红酒 所以我还没得到这足够的剂量 就被酒精淹死了 对所以 以这种来说的话 确实就是要从保健食品来比较好 但是像姜黄好了 姜黄在那个秋姜黄里面含量 其实就蛮高的 对那如果没有很喜欢去吞食 就是那个胶囊或者定计的人的话 那可能就用姜黄粉 那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补充方式 所以还是要看它的营养素 还有它的就是我们追求的就是功效是什么 因为每个功效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是比较鼓励是消费者 它一定要去查相关的资料 那如果有英文能力的话 其实最好的时候还是去以英文查 因为其实现在保健食品厂商太多了 那我们甚至也有观察到 有些保健食品厂商呢 它的专利的名称 或是它发表所有标示的那个连结 点进去根本不是这个成分 所以我觉得都是消费者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而不要真的只是看到 厂商有这个标示 有这个标榜就相信了